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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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ysee 晚上好 看到苦瓜豪彩冰箱还有 今天做很简单的晚餐啦 晚上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晚上好 素贞姐晚上好李宗晚上好宝盛晚上好 好来朋友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晚餐 那晚餐吃什么呢 晚餐我们就吃 对不对 这场话很香啊 你们 请忽略掉我的头发 因为真的MCO要一个月了 早 早没有人碰哦 剪头发 你们懂的 哈哈哈 晚上好朋友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什么呢 就是额 鲨鱼汤 还有就是苦瓜煎蛋 那苦瓜煎蛋呢很简单又困难 我不喜欢吃苦瓜煎蛋的人 可是用这个方法炒了过后 一定喜欢 知道为什么吗 很多时候苦瓜煎蛋煎出来的 但是老老的苦瓜是硬硬的 对不对 对的写对 I get done Thank you 来朋友们 记得帮我大大力的分享 按这一边 同样的这边把我按下去 让更多人知道我今天直播啦 分享了再分享 我刚才吃掉了一条苦瓜 没有关系 因为最近天气很热 再吃多一条啦明天 三亲 OK 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 Merry 晚上好 谢谢分享 今天的朋友记得帮我的 帮我大大力的分享 今天做是非常非常简单 你们可以 在家都做得到的 啊 还有朋友们 昨天我们昨天做 Bububu Zha Zha 昨天我不是有用剩那个 番薯紫薯跟芋头吗 番薯紫薯跟芋头 我都做成了什么 做成了非常非常非常好吃的 一碗 啊 苦瓜要怎样煮才没那么苦 等一下我会教你们哦 你们先不要那么的 不要紧张 心急 OK 来我们先说 苦瓜很容易啦 苦瓜非常非常容易 朋友们 可是 我应该先做苦瓜吧 来 苦瓜煎蛋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准备一个碗 鸡蛋 像鸭蛋那么大力的鸡蛋 你们有没有看过 我给你讲 这个鸡蛋拿起来啊 感觉真的像鸭蛋呢 我找看啊 我给你们比一下这个鸡蛋有多大力 这个是我孩子的 这是我的 你看 有没有 啊爸爸跟孩子啊 有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鸡蛋耶 非常非常的大力 双黄吗 双黄的 他说是 胡须鸡的蛋 胡须鸡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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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啊 真的很大力 大到我感觉到有一点 一条 双架不住 一条苦瓜不够吃要煮三条 所以 鸚鸚 鸚鸚 鸚鸚你家几个人哦 是不是公鸡蛋 Doris Heng 如果你知道 这绝对是公鸡蛋 小弟的是母鸡蛋 你们要买 要跟老板说我要公鸡蛋有没有 这个是绝对是公鸡蛋来的 OK 来 吃饭的汤汁 我们这里苦瓜 这里苦瓜 这条苦瓜呢 先切半 因为苦瓜不需要多的 把它对半切 那对半切了 记得 苦瓜哈 好 要把它里面的这个白白的东西 给它去掉 您好您好 Jacqueline Jacqueline 您好 来这个 朋友们 你真意 舒服下巴多一点黑鸡 是的 这个叫做 什么 附近话叫 广东话叫做 卫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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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还是卫 我不知道啦 来 因为它白色的部分 好朋友们 白色的部分呢 它会比较 口感要这样好 尽量挂干净一点 然后呢 刚刚煎苦瓜蛋吃 然后记得 切苦瓜的时候 尽量切薄啦 切薄啦 切薄它 鸡蛋由阿姨姨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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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in you This egg is not our姨姨的 Neg egg 阿姨姨的egg是黑色的 这个一看就知道是阿摩朗的egg 这蛋不是我们家羊的鸡啊 我家没有羊鸡啊 各位娃姐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 记得我们在切苦瓜 苦瓜不要切到太硬 苦瓜不要切到太厚 太厚的苦瓜就不好吃 苦瓜一定要薄 薄的苦瓜才好吃 怎样选苦瓜才不苦呢 有人问到重点了 苦瓜要怎样选不苦的苦瓜 来 首先 苦瓜的这个缝隙 尽量选大一点 密密麻麻那种一定苦的 密密麻麻的苦瓜一定苦的 要选 缝隙跟缝隙之间的距离比较宽阔的 那它的苦瓜就比较 没有这样苦 那完全不苦的苦瓜呢 就要自己种了啦 怎样种我不会 你们要研究了 因为它叫苦瓜 来 有几个方式啦 苦瓜呢 有一些人他们说 我的方式是洗 洗三轮 苦瓜就不苦了 那有一些人只要你切到够薄 那如果不然的话 有一些朋友他说苦瓜洗盐 看我们切好的苦瓜 给它抓一抓盐 让它脱水 台湾苦瓜白色的 白玉苦瓜对 来 这样子把它抓一抓 抓了过后 清水洗三遍 OK 洗 抓一抓盐制一下 为什么 高密度往低密度生后 它遇到盐是不是 那个苦瓜 它的汁就出来了 它的苦味就出来 然后呢 那个咸味就跑进去 OK 苦的苦瓜才好吃 对咯 我也是觉得苦的苦瓜才好吃 可是有些人他们不喜欢吃苦嘛 哎 不难吃饱饭才吃好不好 我这样再煮了 买黄瓜就不会苦了 等一下吧 来 我叫助理先帮我洗一洗这个苦瓜 碎三轮咯 碎到肯的 不要再碎 啊 苦瓜我就不洗给你们看啊 就是洗三轮而已 明白吗朋友们 好 苦瓜部分 我们就这样完成了 打炒鸡蛋咯 OK 苦瓜先放一边 然后接下来就是 鲨鱼汤 鲨鱼汤啊 需要准备的什么 香茅一只 姜一小块 小米椒两颗 洋葱一粒 Tomato两粒 还有这个就是 呃 咸水梅 咸水梅的汁就好 啊 汁就好 就不需要放咸水梅了 OK 那我们先把这些 先去干净 我这样讲话没有 没有这样压力咧朋友们 因为等下如果要用汗咯 我又要几天不直播了 因为昨天 我昨天这样直播 诶我感觉诶 真的可以咧 对对对 谢谢QuiNi Choi 来 来 那你们担心的话 你们洗了过 你们还可以做什么动作 让他这样泡一泡水 那就不要再问我 他的营养会不会流失啊 营养绝对流失的啦 OK 营养绝对流失相信我 来 因为我们不是营养师嘛 然后把这个 洋葱 切片 我们先把洋葱切片 放一点 然后 这个 葱姜 切碎 太坤熊 哈 太坤熊 好 来 我们先把葱姜 先切小它 我们先把这些 全部给它切 每一次我买苦瓜 是小粒 非常苦 但人家很喜欢吃哦 来 然后这个呢 辣椒 我用拍的 为什么拍出来的辣椒比较好吃的 很奇怪 啊 切的辣椒没有这样好吃的 你这样拍 它的辣椒味比较香 然后这个 我也是直接拍 拍一小块给它 这个香茅 一样是拍啦 OK 就是这样子 我要拎成衣一下 丹田说话就不用大声 我都不会用丹田说话 都没有人教我 什么 拎成衣 师傅我学你那招 动作要快 姿势要摔翻蛋 结果 非自己勾取的 什么你在勾取一边 煎 煎鸡蛋 拎成衣 好 然后接下来就是腌这个 鲨鱼的部分 那你们可以选用鱼片 那如果是煮这一道糖 你们记得 鱼片要切薄 鱼片要切薄 明白吗朋友们 鱼片不薄不好吃啊 这个 然后呢 给什么呢 给少许的酱油 酱油少许 胡椒粉 少许 然后 你这酒好像好 好在这边 然后 腌一点木薯粉给它 抓一抓它 我们先给它抓一抓 抓了过后 我们给一点的这个木薯粉 木薯粉抓一抓它 来 木薯粉来 木薯粉就这样子抓 木薯粉给多一点不用紧 它外面会包着一层 所以它吃起来就滑滑的 嫩嫩的 滑滑的 好好的 香香的 OK 好好的 还有 重点来了 我们做完了这些动作 蛤 油啊 油 做完了这些动作呢 我们要怎么样 不是 点油 点油 我们倒一些油 我们这样倒一些油 油给多一点不用紧 为什么呢 然后搅拌一下 让它锁水 把水分先给它锁住 明白吗朋友们 啊 锁住 锁住水又锁住它的粉 这样就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好 你看 你说厉不厉害 连英文都出来了 原本不会说英文的 做了这道菜都会说英文 非常好 非常好 除了木薯粉 可以用其他粉代替 可以 你可以用加工粉 千万不要用面粉 加工粉它就没有这样滑咯 因为加工粉呢 它会比较 下一点 它会下一点 OK 鲨鱼多少 鲨鱼200g 看你几个鲨鱼 那如果你是三个人 你就给它300g 我现在两个人 我给200g 如果你要吃多一点 好像鲨鱼 你那边很多鲨鱼 对不对 你就可以放半g 一g都可以的 OK 好 我们把镜头 木薯来这边 先把这些丢下去熬汤 我们先把它熬一熬汤 啊 我们先丢下去熬汤 记得啊 这些材料丢了下去 让它去熬 什么都不理它 熬多久 熬15分钟 嗯 这样在这15分钟 我们做什么呢 先调味 那个 咸水煤 倒进去 为了不要浪费 拿下点水洗一洗这个碗 木薯粉是直混吗 对啊 直混啊 是薯粉啊 直混啊 合约会叫子混啊 大子混啊 大子混啊 没有人叫做汉子混啊 哈 刚刚看台湾 有一勒 蒜干 我们这边就让它熬 要一样 拿着来啦 然后放一些香菇粉 香菇粉一茶匙 然后 白砂糖 白砂糖 白砂糖来它一个 呃 这边大概是20粒啦 20粒的白砂糖 然后呢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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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一半尺 哈 先不吃味道啊 先让它熬出味道 OK 诶朋友们 谢谢你们哦 谢谢你们的给力 师傅是哪里人 Yvonne Chung 师傅是哪里人 有说了 可以用其他鱼代替 可以哦 你可以用 石斑鱼 红枣鱼 白枣鱼 sack up鱼 鱼鱼 或者是 butting鱼都可以 都ok 重点是要切薄它 就ok了 谢谢分享 木薯粉 是止混吗 是ok 晚上好胖KF 味道已经出来了 这样熬它 为什么我要拍 你这样一拍 味道就已经出来了 不需要 不需要熬很久的 你看 快汤是这样的 熬一个十分钟就ok了 大鲨鱼 还是小鲨鱼 比较好吃 ok 如果没有鲁骨的话 如果没有鲁骨 越大只的鲨鱼 越好吃 越大只的鲨鱼 皮越厚 脚脂越多 胶原蛋白满满的 吃了那个皮肤 蚂蚁爬上你的脸都会滑下来 可是大鲨鱼 你们最好是买到母的 不要买到公的 公鲨呢 会比较 颅骨 母鲨它就没有那么快 颅骨的巴仙率就没有那么的大 明白吗 朋友们 怎样看鲨鱼公母 鲨鱼母的屁股那边呢 是滑滑的 公的它有两只东西的 你们知道的 那两只 我们是一只 它是两只 ok 胖KF我没有吃过鲨鱼 我没有吃过鲨鱼嘛 鲨鱼清血啊 还蛮不错的 然后鲨鱼要怎样起鲨 朋友们 我以前遇过 不是以前啦 应该那时候 十多年前 我遇过一个客户来我店吃 他吃了我们家的鲨鱼 过后他回到新加坡 他就说 哇 原来鲨鱼是那么好吃的 他就回新加坡 他就去巴萨买了一只鲨鱼 他就回去煮 煮好过后 他就不吃鲨鱼了 他来我店 等到来我店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 小弟啊 为什么那个鲨鱼啊 我炒的鲨鱼不能吃 你炒的比较好吃 做么嘞 我就问他 为什么会不能吃你的鲨鱼 是不是不新鲜 他说 没有嘞 我吃的鲨鱼哦 有鲨的嘞 你的鲨鱼是没有鲨的嘞 为什么嘞 鲨鱼 你们不要 你们买回来巴萨买回来的鲨鱼 因为巴萨是没有帮你们处理的 除非那种直播平台啦 买回来的鲨鱼 用烧水烫一烫它 水滚关火 鲨鱼下去给它翻一翻 给它来一个热水浴 然后就用凉水冲一冲它 就可以去鲨了 ok 然后还有的 朋友 他们喜欢吃鲨鱼 可是不会去鲨 那怎么样 他们很简单的 他们就是把鲨鱼肉起起来 鲨鱼皮丢掉 oh my god 那个鲨鱼皮就这样被它去掉了 很浪费啊 可以用螃蟹吗 螃蟹煮这一道菜啊 螃蟹 煸螃蟹汤哦 味道会跑一点点辣 这一个哦 你们煮啦啦一流 煮啦啦 煮香 一流 上汤啦啦 啊 这汤不放辣椒可以吗 可以啊 不放辣椒 就这样去了泰国 没有 没有吃到猪脚饭 这样子哦 哇 冰拔嘞 嗯 very good 就不够咸 再加多一半匙的那个鱼肉 啊这个是我们自己试味道啊 撒鱼肉好吃很甜又有嚼汁 对 好我们这边放它去滚 那另外一面呢我就开始来 我放它去滚啊 我这边我就放一点油 哪里一种鲨鱼 什么鲨都可以 什么鲨鱼都可以 OK 好来镜头先回来这边 那汤我就先放它去滚啊 不理它 然后鲨鱼肉我先放一边的哈 来镜头回来 我们先做 苦瓜的部分 那苦瓜呢已经泡到 从昨天泡到今天了啦 泡有三百多个小时 Olivia今天煮芋头扣肉 一条 很好吃 啊 来朋友们 我们先把这个 这个 迟了没关系可以抗回重播啊 迟到没有关系哦 迟到好过每一道 OK 来 在一个空碗里面 敲入两粒工鸡蛋 你看 那鸡蛋双黄了 这绝对不是月饼才有的哦 工鸡蛋也会有的哦 朋友们 有没有看到 两粒鸡蛋的呀 再开多一粒给你们看 哎呀 一粒是要散掉 不要太用力了 OK 然后我们放入少少的盐 盐巴 少少的这个 香菇粉 少少的胡椒粉 然后 在这一个碗 这鸡蛋里面 加入少少的水 加入多少的水呢 一半尺就好 这样煎出来的鸡蛋 会比较的滑嫩 OK 那那温师傅你头发剪太短了 是吗 这两天一直戴帽子 不是哦 我是没有剪到头发 给你们看 哈哈 我没有剪到头发 好嘞 鸡蛋稍微再炒一炒就OK了 不要炒太久 来 进口回来 来 这个油 放多一点油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要炒这个苦瓜 苦瓜下去先炒一炒 苦瓜不要跟鸡蛋一起先啊 苦瓜先下去炒一炒 OK 鲨鱼炒酸辣一流 鲨鱼炒酸辣一流 鲨鱼炒酸辣也是一流的 鲨鱼炒酸辣也是一流的 为什么我买的鲨鱼肉很粗 这样就要问那只鲨鱼了嘞 会不会太大只 你那只鲨鱼肉有多大 这样就会完成吧 要炒苦瓜给点耐心啊 苦瓜炒的时候给点耐心 我瘦了吗 我没有瘦啊 我瘦了吗 三个A蛋里就有两粒 我这个没一粒 来 朋友们 把这个苦瓜 炒到差不多 焦香的时候 先把它倒出来 OK 锅里面留一些底油 然后我这边很多油对不对 在这盘里面很多油 那这个油我们就不要它 然后只拿苦瓜 我把苦瓜 放进鸡蛋里面 看得到吗 来来来 看这边 这边这边 这边 OK 把这个苦瓜 放进去 这样你可以直接倒进鸡蛋里面 鸡蛋就会 多少熟一点 这个油就不要它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 稍微搅拌 不要打到太快 太大力 鸡蛋打到太大力 它会痛 它一痛煎出来的鸡蛋就不好吃了 OK 然后来我们把鸡蛋倒进锅里面 记得煎鸡蛋 很多人煎鸡蛋 锅会粘锅 我煎的鸡蛋不粘锅 为什么 因为我用不粘锅 那如果你们的锅是粘锅 尽量开它热一点 开它热一点 然后鸡蛋倒下去 记得鸡蛋倒进去 不要去摇晃它 鸡蛋倒进去 鸡蛋倒进去 戴帽子还配上围裙 有看到马六的感觉 马六 鸡蛋倒进去 马六有我帅吗 瘦又黑 我没有黑道咧 墙壁的问题 背景的问题 因为我好像被光在拍摄这样子 鲨鱼煮咖喱也不错 咖喱鲨鱼 咖喱鲨鱼 咖喱鲨鱼也好吃 可是我没有吃过 只要是用上 新主义的万能酱 煮的咖喱鲨鱼 一定好吃的 杰鲨鱼 杰鱼往上好 来 朋友们 就这样子 哇 那香味出来了 啊 刚刚进来的朋友们 再分享出去哦 然后呢 我们刚才是不是 有留了一些底油 炒那个苦瓜的油 拌一点在锅炒那边 给它 淋旁边 淋了旁边 这样稍微摇晃一下 有没有看 记得啊 不能一下去就摇晃 让鸡蛋的底部成型了过后才可以摇晃 OK 请问鱼鹿是什么牌子 可以看一下吗 OK啦 给你看一下 鱼鹿 鱼鹿是泰国牌子 5 4 3 2 1 请擦 OK 来 来 哎呦 来我们这一个 招掉招掉 拨一下我 1 2 3 完美 完美 听诚意学到了吗 听诚意有没有学到 然后记得不要去搬它 我们先这样子 来 我们先这样子 让它 让它这样慢火去煎它 鲨鲨鱼煮印度咖喱好好吃 火猴是大中小 中火 师傅很会说笑话 来 来啊 来看我 我要表演了啊 可是这个盘好像不够大 有一点恐怖的 拿这边的盘子也比较大 我拿一个大盘 两个鱼啊 哎呀 今天要不要在水沟边飞蛋吗 来 我不知道能不难啊 这一招很久了 我看一下那个镜头一下 这只有一个鱼鱼啊 如果不难我也是没有办法了啊 卖销鱼啊 蛤 卖销鱼啊 变变变 哟 嘶 嘶 好吗 这样的摔锅法可以吗 您参与 那好好好 记得拍照 OK 可以吗 朋友们 这个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动作要快 知识要塞出来的 就有这一块 哈哈哈哈 睡得睡一排爱心 我可以讲 如果啊 不是MCO太久没有拿过啊 我这个蛋啊 飞到阿联那边都可以借到啊 我叫耐看处理去借 哈哈哈哈 来我们盖完我们的这个鲨鱼汤 完美韩语怎样讲 完美 韩语叫 gri kru kru OK啊 来 那我们鲨鱼汤熬到差不多的时候 记得先不要试味道嘛 刚才我试一试 是它的咸甜味而已 OK 这锅那里买 这个锅 一气三 你们可以到一气三来锅那边买哦 好来 朋友们 这个 记得啊 煮沙鱼汤 一定要大滚 然后 鱼片 一片一片一片下去 全程大火 OK 帅帅 哇 谢谢大家 你的苦瓜煎蛋很美哦 哎呀 谢谢啦 谢谢你们 爱我的每个人 哎不可以唱歌 等一下 那要700个人就跌到300个人 不行哦 来 稍微搅动一下 然后呢 关小火 关到最小 关到最小 稍微这样 哎呀 我叫我老公煮鸡蛋 不能我回去哪里 哎呀 那那带你老公进来看我们的直播哦 叫他带他进来看 就漂亮了 一看了都会回蛋了 那咸水煤不够 加一点哦 记得你们再买咸水煤啊 尽量选到颜色浅一点的 因为咸水煤的颜色越深代表它越咸 越浅淡了它越酸 我们要的是酸味的 好 而不是它咸味 明白吗 朋友们 啊 那我们 记得关小火 滚了过后直接关小火 然后我们就切这些酸干 这个叫酸干啊 不是不是橘子啊 不是青橘啊 来 切酸干 教你们怎样切 酸干要怎样切 很多人酸干 直接一对二这样子开下去 Oh my god I can guarantee you can not choose if you 酸干啊 有没有看到酸干头在这边朋友们 酸干头在这边 你如果打横这样子切啊 恭喜你 I can tell you can't go out the juice ok 要怎样 头先切掉 尾切掉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在它旁边下刀 有没有看到 看到吗 把它的芯去除 有没有看到 这个芯啊 是硬到啊 按不下的 这芯不要它 只留这一个 ok 一样 切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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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看到它行 为什么我要切头切尾 因为我不是高手 所以呢 要知道它行在哪里 这样子下刀就 万无一事 有没有看到 啊 朋友们 我们看它的处置率 等一下 先把这一个 种子拿掉 不然会苦啊 先把种子先拿掉 ok 来 镜头回来 我们看 我们看 出自率啊 出自率来看这边吧 两粒 酸肝 OK 好像在卖酸肝 一滴到这个 这些酸酸的口水 一直在口里面打 来 有没有看到朋友们 有没有看到它的出自率 啊 然后 我们就这样子 挤啊 挤到它的那个 酸肝 没有制 为止 你看 两粒酸肝 我们来看有多少汤匙 来 镜头回来这边 晚上好晚上好 可以关火了 鲨鱼下去有五分钟 就可以关火了 看你的鱼片有多薄 鱼片切多薄 如果更薄的话 水滚下去 搅一搅它 都可以直接上了的 不然你的鲨鱼肉 会裁掉 一 二 三 四 五 五个半匙 啊 这个方式我跟你讲 一定是 非常好 非常好啊 是鲨鱼啊 鲨鱼 你们用鱼片也可以 鱼片也可以 哎呦 生下的鲨鱼很高 真的鲨鱼 朋友们 一血太早了 可是太酸了 鲨鱼 放一点点的糖 掉它 很酸啊 啊这个时候可以试味道了 我们做最后的调味 太转放一点糖 跟一点的那个鱼肉 好 OK 鲨鱼煮姜酒 再加一点黑醋 好 是咩 明天就煮这一道了 哦 完美 哇 原来没吃 这个鲨鱼汤啊 我露了一样东西 因为我那个碗了 里面可以放什么 好的时候 放一点的 芹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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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什么是芹菜吗 不是抽菜啊 不是那香菜啊 芹菜 芹菜 好 那放上去 就 完美 OK 明白吗 明白的写明白 上次我几道怀疑人生 看 如果这个啊 你也几道怀疑人生啊 我剥啊 我切 这一个 方式 切酸肝的方式 你们 学了起来 我告诉你 你也会怀疑人生 触制触到你怀疑人生 啊 OK 难怪每次按不出水 啊 芹菜用 你一定要把他中间那个拿掉 他才会出水 中间没有拿掉很难出水的 你很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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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Jennifer 谢谢 Ne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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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拜拜